我叫张德红 是马纳斯县六虎地镇的一个农民 2018年 我将家里800多亩棉花地 全部进行了退耕环林 压上地罐管道 种上了缩缩 去年 我发现这个缩缩林地里面的间隔距离比较大 今年我们就在缩缩林里套种了200多亩红薯 收成大概在一冬半到两冬 可以说是喜货丰收 我们六虎地镇处于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园 凭借独特的沙制 土壤和气候条件 我们种出的红薯外表光亮 入口腼腆 糖分高 特别好吃 明年我们打算充分利用土地 在缩缩林里套种 洗牙子或者是土豆 来增加我们的收入 也能保护生态环境 可以说 这个沙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新的增收点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沙漠劈律章 与沙漠和谐共处 不再是梦想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你觉得如果体贵是否